游客冒着雨即在九份阶梯上 头上红灯笼创造更多浪漫时光 更显气氛 而八廉价前一晚 九份就已经被游客挤爆 其中更不乏国际观光客 不少人林正宇 红灯笼即起跑 吸引游客拍照留念 有很多美丽的地方 你喜欢台湾吗 当然 我已经推荐我的朋友 在日本 尤其二八廉价开始 九份结合红灯笼记 以文化和历史氛围带动人潮 来九份住上一晚 即使天亮了 雨人下着 但不减游客兴致 撑着伞漫步在九份街头 放慢脚步欣赏这山城之美 老街更是被挤爆了 现在观光客都开放 人潮也是慢慢韩国 就像你讲韩国 香港 新加坡 恢复了蛮多的 就是观光客 恢复蛮多进来的 如果晚一点 就是像国外游客 就要进来 随着疫情逐渐平稳 国门陆续开放 观光客回流的九份 显得热闹 摊伤多被料 吸引游客上门 这灯笼海 不管是白天 还是晚上 九份特色的红灯笼意象 在二十八年假 成了国内外游客 旅游 必排行程之一 三立川林俊华 那笔乡 新北市报道 三立川林俊华